比特币当前的行情组合呢?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 请随我看下去 ViBed是我换过非常好用的交易所 无论从挂单深度、顺滑体验、交易界面都无可挑剔 现在最高可以享有3030美金的交易证金 那BigGap举办了充值100U KYC就送100U体验金的活动 真的非常优惠 不过是要有交易量配合的 那下方呢 也非常欢迎大家参加BigGap Cross科比托交易大赛 最高可以共同瓜分15000美金的奖持 还有三张日本豪华油的票券 好,我们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盘面吧 我们从周线来看 我们从周线来看呢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三周 这一连三周啊 它都出现了三根十字线 对吧 十字星 那通常呢 如果说看罗K的人 他看到十字星 他会怎么说呢 他会说 哦,这种十字星啊 它就是中继的表示 也就是前面上涨嘛 中继继续上涨 不然呢 这个十字星 他就是要反转的标示 也就是上涨过后 然后反转 那我认为这段话呢 是价值不大的 没什么价值的 因为你可以看哦 其实十字星 它为什么会形成十字星呢 十字星啊 就是因为 哦,他在这个位置开盘嘛 然后中间经历过了 往上往下的过程 但是收盘的时候呢 又回到同样的价位了 那确实它也只可能有这两种走势啊 对吧 所以你说哦 对十字星做什么解读 我觉得意义不大 意义确实是不大 那我们从周线来看呢 它确实还是一个多头走势 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已经回调 回调结束过后又突破前高了嘛 那我们现在走的呢 确实它就是一个多头的走势 那我们在日线来看呢 日线 这也是多头没问题嘛 你可以看到 上涨 上涨 然后回调 然后继续上涨 突破前高 所以在周线日线上 我们都是走着多头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过呢 我们从 再切小一点点的周期 比如说呢 我们切到8小时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从原本的上涨 去转成了横向的震荡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MACD的部分 你可以发现在8小时上面的MACD 这个就走的不太妙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前面有一波上涨 那我们后面有第二波的上涨 这第二波的上涨 是比第一波要弱许多的 所以在MACD上 它就会走出一个 两个波段 而且第二个波段明显要变弱 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波段很强势 那第二个波段呢 弱了 对不对 它弱了 所以就会造成一个情况就是 我们即使打出了新高 我们价格的创出新高了 但是我们的MACD 快慢先是在向下走的 那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背离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4小时的情况 4小时呢 它也出现了背离 而且这个背离啊是 之前的背离已经被消除了 那现在呢又产生了背离 这个背离它深刻的意涵呢 就是我们这一波的上涨 跟这一波的上涨 第二波很明显是要来得更弱的 那 我们后面的背离呢 跟前面的背离啊 已经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因为前面的背离它已经被消除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它产生了水下的金叉 不过水下金叉过后呢 我们应该就要见到一个 第二波上涨的起点 但是我们没有见到 它反而是又发展成了背离 你可以发现我们指标的部分呢 它很明确的告诉你 这就是一个背离哦 它又产生了第二次的背离 前面的化解掉了 它现在呢又产生了一次 那我会认为其实我们在 这么多周期下 我们都出现了顶背离 那这种背离的共振呢 它真的是需要时间来化解的 即使是多头最强势的走势呢 我们都会还需要一些震荡的时间 我们才会向上 我们才会向上 那如果说 要完全根治这个情形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的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那我们就需要一个比较深的回调 然后可能也没有我画那么夸张 这毕竟只是随手的话 比较深的回调之后呢 哦 我们再开启我们下一步的行情 那从4小时来看呢 其实比特币啊 它这段时间内就在一个箱体内震荡 那在这种箱体震荡的时候呢 其实如果你是专门做趋势的 像我的话就是专门做趋势的 如果说手动的话 真的就是只做趋势 但这种震荡行情 它很适合交易机器人使用 所以我们有特别开发了一个 交易机器人的网站 现在已经慢慢绑定许多策略在上面了 如果你要绑定的话呢 你只要点击这个API管理 然后你就可以来绑定你的交易账号了 你想要绑定量化 你就按立即参与 那下面呢 我们已经有上了许多量化策略了 比如说这个是Train Strategy 就是追随趋势的 当然了 我们之后会上限几个是在震荡区间适合的 那你就按开始量化 然后我们来选择一下账户 我账户里面有700美金 那我做一下以太坊好了 然后呢 100 我分个300美金来做做吧 然后杠杆的话就三倍了 那保证金 足仓 而且我们这个还可以设定固定仓位跟滚仓 那我觉得滚仓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滚仓其实就是 但是当你赚钱的时候呢 你的仓位就会加大 那当你赔钱的时候呢 你的仓位就会减小 这个我认为是比较好的方式 对 一定要滚仓 好 开始量化 我现在已经 被其他占用了 没关系 那我们用OK好了 我们用OK跑一下比特币 跑个200美金好了 好 量化跟随成功 那量化跟随成功过后呢 你就可以在 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 哦 这边我跟随了两个策略 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然后他会帮你计算交易的盈利 还有你要付多少钱 当然这个付的钱是付给策略方的 不是付给我的 这边其实也都列了一清二楚 我们等他下单开了几单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效果做的怎么样 我们现在的趋势其实就是震荡 在4小时 他就是 从原本的向上涨 然后变成横向发展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标 标示一下两个点 这两个点他会帮我们标记什么时候趋势会结束 就比如说呢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 我们是从这里开始的 然后后来呢 涨到这里 然后跌到这里 然后涨到这里 然后跌到这里 然后又有涨到这里 那你可以发现啊 我们这几个点 他可以帮我们标示这个上涨的轨迹 对吧 上涨的他一定是有轨迹的 那在我们上涨的趋势当中 就是低点抬高 高点也抬高 我们现在呢 确实还是有发现这样的行为的 直到怎么样呢 直到 我们又继续突破前高了 或者是 我们又 把前低给跌破了 那这个时候才可以标示 我们这个震荡区间 他被完全的 突破掉 然后接下来呢 极有可能就会发展成一波 值得把握的趋势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 有一句老话就是 横有多长 数有多高 我们现在呢 已经在这个位置 横盘了16天左右了 16天 这里累积的量能 堆积的时间筹码 他就有机会形成一波 很值得我们把握的趋势 然后会往什么方向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吧 但是现在 多头呢 确实是有衰竭的信号出现 大家得小心一下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是有 都持有现货仓位嘛 或者是一些 有带杠杆的多头仓位 那我个人呢 是会把部分的 多头仓位呢 给 把风险对冲掉 把风险给消去 好 非常感谢各位 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 点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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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